九二哥也意识到了 弘历的教育来日方长 可今天教子的事宜 却迫在眉睫 于是便冲着弘正说道 你小子胆子不小啊 翅膀长硬了 都敢离家出走了 哼 当爷是死了呀 九二哥没怎么大声说 但是屋子里却一下的鸦雀无声了 弘历也乖巧的没动 四哥哥和五哥哥就别提了 双手紧紧的捏着丝帕 九二哥很是着脑 都是洪正害的 害得自己在女儿的眼中 都成了坏人了 于是九二哥看着洪正 便不觉得开始的咬牙了 洪正哪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了呀 还以为摆个苦瓜脸 姿态放低一些 坦白认错 就能让九二哥消气呢 所以一上来给九二哥跪下之后 又是重重的冲着九二哥磕了个头 说道 儿子错了 儿子当时真的没有其他的辙了 只是想着去找师叔帮忙 瞧着这洪正扶低做小壮 九二哥只觉得胸中的怒火 直冲脑门 啪的拍了一下桌子 打算扯着嗓门吼两句 九二哥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 反正呢 在两个闺女的眼里 本来就没有什么形象可言 九二哥就打算豁出去算了 可是不想 却给老师当了一回伴奏 九二哥拍完了桌子 嗓门还没开呢 就听到老师 抢先搭着嗓门叫开来 洪正 你们三个小独崽子 还不快给爷跪下 瞧你们一听到晚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将乖巧听话的洪正 给带得这么坏 现在还有脸在一旁瞧热闹 简直是丢进了爷的脸 还不快跪下给你们九伯赔罪 九二哥气劫了 要抢戏就抢全套的呀 这下不就成了自己是动手的小人 老师是动口的君子吗 不过 当着一屋子的孩子 九二哥也不好冲着老实开火 人家可是太子 九二哥得为尊卑有序这一规则 做出榜样来 好在三胞胎立马的跪了下来 没有让场面冷场 不过三胞胎请罪的声音 有点参差不齐 因为洪神和洪峰是在请求原谅 说的是 九伯我们错了 您就原谅我们吧 而红利呢 则是老老实实的说着 九伯我们错了 要罚就罚我们吧 说完了之后 红利意识到自己的说辞 和两个哥哥好像不一样 觉得自己犯傻了 忙又补充道原谅我们吧 因此三胞胎这番表演 倒是带了那么一点闹剧的味道 让老实觉得很没面子 狠狠地瞪了两眼 红神和洪峰 要耍小聪明 好歹也提醒一下红利 对于忠实的红利 老实没好意思怪罪 毕竟红利是在严格执行着自己的要求 瞪完了两个大的之后 老实才对九二哥说道 九哥 这帮小兔崽子 没个让人省心的 让你先笑吧 九二哥没好气地看了老实一眼 觉得老实实在显辈 明眼人都知道 只有像老实的红利 才会让人见笑吗 不过九二哥对三胞胎的语气 还是很和蔼的 你们都起了吧 你们才多大呀 红症都多大了 九哥还没有无聊地 将罪过朝你们身上推 虽然九二哥言下之意 是在说老实无聊 但是老实却充耳未闻 继续舔着脸说道 他们本来就做错了嘛 三胞胎也识趣地没有起来 红神说道 九哥不管怎样 红正大哥做的错事 我们脱不了干系 既然你都不怪我们了 那您就大人大量 一并地原谅红正大哥吧 红风也说道 您只原谅我们 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红利说道 九哥您若是罚了 红正大哥 等我们回宫之后 阿玛肯定会罚我们的 九二哥一下来了兴致 你阿玛不会这么干吧 红利盲说道 会的会的 阿玛可凶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罚呢 九二哥瞄了眼 四哥哥和五哥哥 心想这下该认清了 你们实书的本质了吧 四哥哥和五哥哥 压根就没有抬头 倒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安安 瞧见了九二哥的小动作 以为是想让自家的人帮着求求情呢 忙悄悄地拉拉拉身边的四哥哥 笑着说道 九伯您那 就发发慈悲 饶了红正吧 四哥哥是动恶时所生 五哥哥是和红相一母同胞 两个人的额娘和红正都是有那么一点内意之争的 因此 素日里和红正并没有什么交集 加之被九阿哥的淫威所舍 所以竟然一时忘了求情 四哥哥受到了安安的挑拨之后 反应倒是挺快的 连忙拉拉拉拉身侧的五哥哥 阿玛 您就饶了大哥吧 虽然四哥哥的声音比较小 但是呢 与随后蚊子哼哼的五哥哥相比 四哥哥已经算的是声音红亮了 所以啊 选对参照物真的很重要 九阿哥很是慈爱地看了眼两个闺女 心里却直犯嘀咕 五哥哥姑且不去说他 四哥哥可是打小 都是被自己捧在手心里养着 从来没冲他黑过脸 真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不亲近自己呢 想不通的九阿哥将心事隐藏得很好 放低了声音 刻意地温柔地说道 唉你们呢 不知道红正这一次闯了多大的祸 阿玛是不能不好好管教他呀 四哥哥看着九阿哥 大着胆子说道 大哥已经知道错了 阿玛 你就别发火了 阿安健壮 连忙说道 红正还不快求你阿玛开恩 若是九伯被你气坏了身子 可怎么得了啊 赶紧的讨个着 红正于是又磕了一个响头 说道 阿玛 您消消气 别气坏了身子骨 四哥哥和五哥哥也附和着 叫九阿哥吸了雷霆怒火 三胞胎也七嘴八舍地劝慰着 红利还一脸哀怨地摸着自己的膝盖 提醒着九阿哥 自己还跪着呢 老实也事实地插话 劝九阿哥有事好好说 别吓坏了孩子 于是在耽搁了一阵功夫之后 九阿哥便顺着梯子下来了 表示看在大伙的面子上 红正姑且可以先站起来了 见九阿哥松口了 四哥哥和五哥哥 连忙地谢了九阿哥的恩典 赶紧地去搀扶着红正 哪知道 却被三胞胎抢了先 三胞胎本来就和红正跪在一起 自己爬起来之后 也就顺手地将红正给拉起来了 担心红正不好意思自动起来 没想到 抢了人家亲妹妹表现的机会 不过四哥哥和五哥哥的举动 落在了九阿哥的眼里 让九阿哥甚是欣慰 虽然府里的斗争不断 但是孩子们之间还是很有爱的 九阿哥的心里平衡了 自己呢也算是吃家有方 不过四季词 九阿哥就觉得不对了 怎么就成年的哥哥在这里 府里的一帮阿哥呢 要知道 除了三个一两岁的小儿子之外 其他的四个儿子最小的也九岁了 全在上书房读书呢 其中老二还和红正是从同一个娘肚子里钻出来的 怎么都这个时节了 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呢 九阿哥顿了顿 看向了四哥哥 你二哥他们没回复啊 四哥哥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于是九阿哥又看向了三胞胎 问道 红正他们呢 红正和三胞胎同班 想来应该知道点情况 红利最快地回答道 我们在交场就算了 他们可能是上街玩去了 说完还很羡慕地说道 我们要是不住在宫里就好了 九阿哥这下想不黑脸都不行了 放学后不回家 这是哪儿的规矩 而且还是集体不按时回家 老师一瞧赶紧冲着门外喊道 来啊赶紧派人出去寻二阿哥 三阿哥四阿哥和五阿哥 叫他们立马回府 他们大哥回来了 喊完之后老师笑地说道 九哥当初咱们不也是变着法的 想溜出宫吗 红张他们想来也就是偶尔的 这么玩玩 还不想运气不好 竟然被咱们逮着了 还不知道怎么懊恼呢 九阿哥对老师的这番说辞 老师颇能接受 点了点头心想着 应该是偶尔为之吧 脸色稍微好了一些 又才想起了还等着他处理的红症呢 你叔叔特意留你在西北 你学到什么了 红症汗颜 儿子替查了诸多民情 却不知道该怎么上折子 九阿哥皱着眉头 你的意思是你光找眼睛没长脑子 红症被梗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红身健壮忙抱起自己先前放在地上的罐子说道 九伯 红症不是想出了杀鸡水吗 老师忙附和着 是啊是啊 若真的可行的话 这东西的作用可到了 九阿哥冷笑了一声 哼 若是西北用兵 这东西完全可以就地取材 若是其他地方起了兵 这东西完全是可有可无的 老师张口就来 九哥 眼浅了吧 这罐子 若是能让杀鸡水不变质 那么其他的食物放进去 不是也不会坏吗 这要是摊开了琢磨 那可不得了了 至于怎么不得了 老师不知道 他也就是那么一说 好让红正蒙混过关呢 不想安安一听 说道 对呀 九伯 没准呢 还能将青菜放进去 说不定炒熟的饭菜 也能放个一年半载呢 那样的话 不用请厨子 大伙就能品尝到各地的美食了 老师没想到 自己随便这么一瞎说 还真能被安安引申出来 得意了 笑得很嘚瑟 九哥 你认为呢 九阿哥的商业敏感性 可是比在场的人都高 经老师父女一提醒 九阿哥也认为 这事啊 的确是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但是前提是 这个东西能搞成 九阿哥开始沉思了 这个东西的可行性 得好好地判断一下 若真是要等孙子的孙子的那一辈能想出法子来 那和画饼冲击有什么两样啊 洪正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想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想到自己带着大庆的美食在海上飘洋过海地去取克里第一次 洪正就有一点小的兴奋 阿玛 儿子愿意一试 九阿哥被打断了思路 没好奇地说道 你不是瞧不起爷行山谷之士吗 怎么 后悔了 洪正正色地说着 儿子可不想拿他谋私利 若真的是让食物放个一年两载都不变坏 那受益的可是驻守在偏远地区的八起子弟啊 洪正的极致也不少 老师一拍巴掌 哎 九哥 就冲着洪正这句话 花阿玛肯定不会再计较洪正私自出京的事了 洪正 你们三个过来都给爷听好了 可得以洪正为榜样 听到没有 得实实地信息朝听 三胞胎像鸡桌米似的一个劲地猛点头 九阿哥吃笑了一声 哼 那就去请花嘛 拨银子试吧 没准啊 真像洪利说的 当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 子子孙孙一大堆后 这事才能成 老师不高兴了 认为九阿哥自己不求上进 没个崇高的追求也就罢了 怎么还打击儿子要求进步呢 于是老师便说道 这银子我出 啊 你拨钱给轰着 九阿哥本以为恢复了正常的脸 一下子又黑了 老师装大款 让九阿哥瞬间又黑了脸 愣愣地说道 太子殿下 要是沉寂得不错的话 您的薪水 要扣到十年后了吧 您出钱 哦 对了 您是让安安拨银子 敢问到底是安安出钱呢 还是您出钱 老师一听 意识到自己冲动了 黑黑地笑了两声 哎 九哥 不是 你有吗 我没银子 找你拿就是了 我给 不就相当于你给吗 我出头揽下 其实啊 也是怕你面子上挂不住啊 九阿哥哼了一声 给老师一个白眼 琢磨着 是要再接着讽刺老师两句 还是回头私下和老师交涉呢 却听红历说的 这钱到底谁出啊 我能拿月钱入股吧 红历此话一出 九阿哥立马开心了 哎呦 这红历想赚钱呢 问的时候 还很得意的看了老师一眼 心想着 你高尚 你儿子可俗 看不起死你 红历哪知道 两个大人之间的暗战呢 尤才点头 嗯 我欠了额娘好多银子 光靠那点月钱和少钱 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啊 还不如拿一点入股呢 能入吗 老师脸上挂不住了 呲牙恨着红历 上下嘴穿不停的颤抖 红历虽然见着老师呢 恶狠狠的盯着自己 但是也很是无谓的说道 不可能只给八琴用吧 一个座坊做不了 那就两个座坊 肯定会有多的出来的 应该能卖钱吧 秀阿哥听得不住的点头 老师的黑脸却给气白了 你个臭小子 什么时候钻前耳里了 看回家怎么收拾你 红历很郁闷 赔的可能性也很大呀 我怎么钻前耳里了 红历认为自己明明是在赌好不好 老师恼了 拍了一下桌子吼道 病了是不是 安安忙说道 阿玛 红历说的没有错 若是东西做出来了 肯定不可能只供给八琴将士的 就是咱们想 总是有人想着法子 要学到秘方的 咱们何苦给他人做加一呢 老师气呼呼的指着红历 可这是红历该操心的吗 不就是欠点银子吗 瞧那点出息 一点风骨都没有 没听说过不为五斗米遮腰啊 红历嘀咕着 这是五斗米呢 这可是两千七百四十二两六千的白银呢 九阿哥乐惨了 哈哈大笑道 红历 你不至于记得这么精准吧 哈哈 老师气得站了起来 忍不住了 顾不得场合 打算立马的实实家暴 怎么也得给红历一脚啊 却被九阿哥拦住了 孩子嘛 都这样 太子 别气坏了身子骨啊 当然了 红历和红镇可不一样 老师他们一起来 红历啊 就跑到门边上去了 还不怕死的说道 阿玛 不为五斗米遮腰 用在这儿不对 一点都不贴切 我可没有遮腰 应该是那个啥 哎呦 那个啥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 二哥三哥 那句话该怎么叫 姐姐 红镇和红风 自然没有敢顶峰作案 连安安也没有敢给红历支招 只是不住的瞪着红历 示意他闭嘴 九二哥可是巴不得要火上浇油呢 盲提点的 应该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红历被大家瞪得有些心虚 但又觉得自己的确委屈 便折中 声音降低了八度 笑声的说道 就是取之有道啊 虽然红历的声音很小 但是屋子就那么大 所有的人都听了个真真切切 老石要不发疯 可是真的有点对不起 他扬名天下的暴脾气了 当即就一把推开了九二哥 挽起了袖子 朝红历冲路过去 红镇和红风赶紧去抱住了老石的大腿 红镇呢 则急忙地拉着老石的胳膊 红历已经跑到了门外边了 随时地准备再跑 这场愤乱的场景 看得四哥哥和五哥哥 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啊 传闻中的太子教子 就发生在眼前呢 不过呀 却远没有传闻中的精彩 老石用空出来的一只手指着红历 你跟我过来 今儿你要是再敢跑 也拨了你的P 得 老石抢戏抢得彻底 直接改成了他教子了 安安也有些拿不准 不知道老石这一次 是不是还会一如既往的 雷声大 鱼点小呢 毕竟有外人在 若是红历不服软 事情啊 怕不好收场 于是安安没有再来老石 而是走到了门边 对红历说道 四弟快进来 有话好好说吗 阿门又不是不想理的人 你这没头没脑的来一句 阿门自然会会错意的 红历不想安冤往梯 但是见安安没有叫他快跑 而是变相的叫他进来赔罪 便是有些迟疑 安安健壮冲他使了个眼色 还将手伸了出来 红历慢腾腾的拉住了安安的手 走进了屋子 挪到了气呼呼的老石面前 没有作声 安安呢 则松开了红历的手 拉住老石空着的另一只胳膊 笑着说道 阿妈 您呐 先别着急生气 听红历仔细的说 红历和红风 忙松开了老石的大腿 红症健壮 稍微的迟疑了一下 也放开了老石的另一只胳膊 老石虽然还是狠狠的瞪着红历 但是却没有推开安安 由着安安将自己拽回到座位上 让四哥哥和五哥哥 再次印证了安安的地位 眼中满是羡慕 感谢观看